爱丽莎莎日前用MeToo话题来发文 云南有放闪 结果引发外界抨击 第一时间爱丽莎莎还和网友互抢 之后才认错道歉 自己把MeToo认为是爆料大会 接着上传性骚扰经历的影片 当时爱丽莎莎表示 将会把这部片的收益 传出捐给性侵受害者 将新复原计划 如今影片发布两周后 爱丽莎莎也公开捐款金额 明天的总收益是5万元 她已经全数捐出 并晒出付款完成通知书 接着爱丽莎莎再次道歉表示 有检讨自己这次因为思虑不周 使用了MeToo事件开玩笑 对此她也想再次像 因为之前那个不恰当的发文 而感到不舒服的人道歉 也保证从今往后 她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